無線電視集團總經理李寶安以控方陣營的身份出庭作供 他說直到審計的時候才知道第三被告 無線營業部拓展主管陳永孫 和第二被告松培坤出任董事的思潮 簽訂了價值69萬的兩份合約 外判處理物流和聯絡等的工作 李寶安說對於合約感到憤怒和荒謬 因為無線有足夠的人力處理相關的工作 無必要外判而陳永孫無權簽署這兩份合約 並因此習慣過他 他表示2009年升任集團總經理後 只收過陳志雲兩次外奸工作的申請 而且報稱不收費以及與公司業務無關 對於2009年奧海城倒數節目 是在播出的時候才知道陳志雲和藝員黎耀場有份出席 後來他致電奧海城負責人 才確實奧海城向思潮給了16萬的酬金 香港蜂瓶電視記者紅陰報道